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匈牙利的选手罗伯特盖尔 今年25岁 他也是经常在世界杯亮相的 因为世界杯的名将 不过世界排名呢 现在是排在第七位这个项目 这个动作是 也是直体肿圆 直体肿圆转900度 起平分是9.9分 他刚才的落点有点近 就要踩到一个横线 我想应该扣去0.1分 因为是男子和女子的这条横线的距离并不是一样的 女子的横线比较近是1米 男子的横线我想应该在1米5以上 那罗伯特盖尔呢 刚才是第一次试跳 总的来讲还比较顺利 虽然不十分零人满意 但是还是可以的 他的第二条呢 应该是前手 前空系列 罗伯特盖尔呢 怎么说呢 他也是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赛 但是就是站在领奖台上呢 位置也不是很 机会也不是很大 9点312分 继续来自匈牙利的国家冠军 在之前的三位选手当中 他的第一跳成绩是最好的 来看一下他第二跳 这个跟德拉古莱斯库的动作相比呢 就是他没有最后的转体180 是 向后退了这么多步 每退一步就要扣0.1分 嗯 就是前手 团圣前空分两周 起平分9.8分 他很想站 所以他那个在踹腿的时候 他做得很快 做得很快了以后呢 实际上重心还没有到 嗯 就是重心还没有到垂直线 因此他想后退了 你看他的跨步啊 还是有角度 嗯 所以在跨步有角度的瞬间落地的时候 他一定是要动的 但是就像尹教练之前所介绍的 这个后果是因为有权因的 他不管是怎么样调整 他也是很难再调整过来了 对 很难调整过来 嗯 下意识的一种调整 嗯 那第二跳的成绩不够理想 9.025 这样呢 两跳平均9.168 排在第三位 嗯 下意识的一种调整 嗯 下意识的一种调整 嗯 下意识的一种调整